要上FB嘛 要摆漂亮一点 就是爱吃饼干 洗肾前最爱吃的饼干 如今都得忌口 每周一三五要去医院洗肾 以前最爱的出国旅行 如今恐怕难以执行 出国很麻烦 你要洗你要去联络那边的医院 万一他们用不好怎么办 我就算了 我都在国内玩 这些患者多半都还有其他的慢性病 台湾肾脏病盛行率高居世界第一 每年超过1.2万人 进入透析阶段 全台已经超过9万人在洗肾 111年健保就为肾脏病支出了 587亿元 成为最花钱的疾病 有医生指出 国人摄取频率最高的伤肾食物 第一名就是珍珠奶茶 因为里面的果糖 很容易让肝脏生成为脂肪 那么就会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 也因此成为伤肾的最大元凶 洪友祥医师列举十大伤肾食物 除了珍奶 还有拉面 鸡排 三宝饭 铁板面 以及锅贴 水饺 香肠 肉干等等 就连早餐 含糖谷物也通通在列 张永祥主张 人们出生大约会有200万个 圣丝球要用一辈子 然而他挂掉一颗就少一颗 这样的食物的清单 实际是我们确实要注意 但是并不是说这些事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应该去使用 为了预防肾脏病 不去使用的食物 其他肾脏科医生认为 这些食物高糖 重咸或是加工 并不是说吃下去就会直接影响肾脏 而是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 进而造成肾脏负担 肾脏病是一个不见得会有症状的一个病 所以大概在45岁以上 还是建议要定期筛检 一般人不是不能碰真奶或是鸡排 而是得注意份量 如果身体没病 能够代谢最好 但是早期肾病几乎没症状 90%的患者因此延误治疗 由新创公司突破尿毒素检测门槛 已经通过食药署检验升起专利 未来能够提早发现肾脏问题 把握治疗期 我们就可以及早地去做一些 可能饮食上面的调整 或者是说日常作息上面的调整 避免自己走到可能末期的肾脏病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但检测只能掌握病情 肾功能退化还是不可逆 也没有神丹妙药能够改善病情 也许此刻放下你我常吃的街边小吃 多喝水改吃原型食物 就能多少离终身洗肾再远一步 东森新闻 许淑明 陈云涵 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